说回日本这边 各位大家好 说回安田文雄 安田文雄真的挺惊喜 其实安田文雄的惊喜是 他本身应该是跟印度那边去谈 大家知道 在印度那边去谈 就跟印度的总理 莫迪 就跟莫迪去谈 所以 我想都谈到一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 就是邀请莫迪去G7 这个很重要 邀请莫迪 接下来 G7那边支持日本 日本搞 日本搞了G7在广岛 应该是五月 五月在广岛召开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谈 就是 那个四方回谈里面的成员 四方回谈的成员 还有岸田也承诺投资几十亿美金 去印度 就是支援 我猜 其实日本也想将它的影响力伸去东南亚 南亚这些地区 日本今年也是G7的轮值主席国 所以都算是重要 日本是G7轮值主席国 印度就是G20的轮值主席国 两个主席国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去讨论 都是商讨一些秩序的问题 岸田和木迪都算有几面资源 几面资源 所以我相信他们都会在看一些新兴国家 即是来近市场 去研究等等 我们说到印度和日本都是The Quarter 我们说四个集团里面 其实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他们都要对中国 尤其是印度和日本的边防上 也会有机会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 这也是很重要的事 印度和中国那种竞争和合作 我相信安定文雄应该都看上眼去 所以我们看看 在《四方会谈》里面 其实日本和印度都是比较疏远的国家 日本、美国、澳洲是比较疼的 印度始终是远一点 但其实日本和印度一直以来都算是有军事上的合作 包括我们每次说马拉巴的军演 其实马拉巴军演一开始的时候是印度和美国 其实很早期的了 过了一、两年之后已经是又找到日本加入了 澳洲反而是比较疏离 尤其是澳洲和中国关系很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印度也不敢找澳洲 但现在也不怕 所以四个一起加入马拉巴军演就常见 当然了 即是你见到他访问完印度之后 接着就过来了 过来这一边 去了基辅 当然他明显的了 你进基辅就不能坐飞机了 那你就一定要坐这架列车了 但是波兰 ship 但都不能相当 salty 已经从不配复外国领袖 也不可应当成朝霍有些空袋 即是担心 disappear 基辅还要担心会不会被凶枣 至于日本首相 岸田文和今天到达都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最重要的是七龙珠集齐了 即是我们说到G7的领袖 全部到齐 所以乌克兰很有面 真是这个世界上G7 七个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 在经济世界上的领袖 他们都终于可以来得到 可以探访到几乎 其实都代表到G7的团结 这也是很有意义 最后一个Jigsaw puzzle 终于出现了 代表乌克兰接待岸田文雄 就是他们的外交的副部长 亦都在Twitter上发文 欢迎日本手上岸田文雄 是一个历史的访问 对日本来说 二战后没有什么总理 没有什么手上 就真的去一些战区访问 所以岸田文雄是完全有吉时的 另外日本放送协会 NHK 这个NHK和我们的NHK有些不同 NHK的报导 接下来岸田文雄 亦都会和乌克兰的总统 泽尼斯基会见面 当然会有些共同声明 这个必定 究竟大家说到 日本会如何援助乌克兰呢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要用到一些重武器去支援 例如用坦克 用无人机等等 是很困难的 这个我觉得 日本的无人机产业也不是特别 你看不到什么日本拿得出手的无人机 坦克 坦克 日本的十职坦克 我又觉得他恶于自己国防政策 或者自己的产量 或者他本身实际上 都未必特别适合乌克兰的战场 就是说真的 所以你说日本是否真的有什么拿得出手 有枪等等 我觉得也有限制 但你说一些比较人道主义救援 那些当然没问题 被弹衣都可以 但我觉得 尽如很多网友所说 乌克兰既然炮弹不够 可不可以给他一些炮弹 155毫米 120毫米 壁击炮 榴弹炮 这些炮弹 可不可以给一些 我觉得可以想 但当然日本也有自己国防的需要 事实上是 所以你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 可不可以交付一部分 过去给乌克兰呢 甚至乎 有没有可能 就是日本派出一部分的教官 去到波兰去到德国 然后帮手去训练乌克兰的部队 就好像其他国家 就算是瑞典现在还未去北约 他一样又派到教官去英国 然后乌克兰的士兵 一样有瑞典的教官 教他们北约的战术 日本虽然不是北约的成全 但他有美军的战术 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当然是弊点 因为日本不是北约 那如何进入北约的系统 可能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观察 但当然你说钱财上的 就是钱的援助 或者炮弹上 如果可以 所以我们暂时观察到 日本最直接的援助 可以在这几方面做 好 当然了 你讲到去 日本他就真的派了 日本就真的派了一个首相过去 派了一个暗电文学过去 那俄罗斯都会反制你的 大家都清楚了 就派了一架图95 就派了两架 派了两架 派了两架图95的MS 就去日本海 我估计也是一个威胁的作用 图95这部轰炸机 当然它也是很下历史 你看到它和B-52都真的很接近 大家都飞很多年 而且大家都像是游牌飞 你看到图95这种轰炸机 它本身的轰炸量不算很大 但是它是一个长航程的轰炸机 你见到它虽然是螺旋掌 但是这种Turbo Prop 其实是飞得5万的 它这部轰炸机的时速和B-52非常接近 所以是一点都不慢 最高时速可以超过每小时800公里 这部轰炸机 见到它正反两方 其实它这个情况是既很压油 部软炸机 便会严重 油的效率很高 也不会影响它的丑杂量 我相信它的轰炸机 便不会复杂 所以我在图95最 어�ăng 军功界的奇跡,再飞多五十年都不出奇 很多俄国要表达他这些不满的情绪 你屠九五都会见到他 这次屠九五出现,在日本海这些 我们相信态度多于一切 你说他真的要有任何实质上对日本的威胁 在太平洋这边,如果你要威胁日本 你倒不如想办法如何威胁阿拉斯加那边的美军基地再实际些 例如你飞到阿罗申群岛那边 你面对阿拉斯加那边的空军基地的威胁 美国佬那边亦准备了他们最强的批队 包括F-35的战机、F-22的战机 他们那里有三个基地,都有最好的战机 以往可能是F-16,现在是F-35和F-22 全部都最强的战机,就对着你飞过来的F-95 所以,今次派两架F-95飞过来日本 就失碎一点,不过当然你都会吓到日本 因为派这些战力轰炸机飞过来真是少一点 相对 好 Anyway,你看到它那个飞行路线 我暂时就未特别看到 它的飞行路线是怎么飞 它应该都是海深威那边飞过去 我相信它会对北海渡边透成一定的威胁 理论上,它飞到日本海 它的导弹射程也是覆盖到日本重要的地方 包括在日本重要的空军基地 重要的军事基地 当然东京都会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你问日本有什么重点的空军基地 可能大家都少听 大家可能觉得东京最重要的 例如横田空军基地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有几个位置是重要的 要是说它们真是很重的 例如又有美军又有日本的战机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青森园 青森园的三杂空军基地 都是日本一个很重点的空军基地之一 北面来说它是最大的 三杂空军基地 青森园就是本州最北的位 其实当然明显是要防守着 以前的苏联 今时今日的俄罗斯 里面也有日本的F-35A 日本的F-35A 其实在三杂空军基地里面 之前大家记得它在演习上试过摘机 一位供给人物死亡 一位供给人物死亡 当然日本的空军界的船室 日本的F-35A 和日本的F-35A 其实都需要来近安装GCAS 就是这个防撞系统 我相信它们将会再加装F-35A 战机上 所以如果要作出攻击 当然三杂空军基地就过来 沖繩就是另一个 沖繩也有远 对今次来说 它主要是威胁了 里面的东北部 就是我们说到今次的 图9MX的情况 但我相信 其实都会有一个 我相信日本战机 会很可能 如果进入 我们说EEC 专属经济区域 可能有机会 会出动到F-15J 做一个半行 现在看到消息上 就未有太多的公布